我们知道台湾取得新冠疫苗的进度 一直是落后于世界各国的 在这个时候的话 对我们台湾最大的影响 基本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及时跟各国谈到边境解封 台湾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新冠疫苗 其实完全看陈志忠部长 他跟各国谈的那个进度如何 我们知道陈志忠部长的说辞 一天到晚在变 所以说我相信他手中 可能有疫苗的机会 并不是很高的 可能并不是很高的 所以说我认为台湾要在六月份之前 六月份之前要能够打到疫苗 这个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那对于我们国产的疫苗 到底它的进度如何呢 那国产疫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做的那个疫苗 是一个所谓的生物之剂 那对生物之剂基本上来讲的话 基本上它的进度 就会比一般的用化学方法去做的 那个疫苗要来得慢 要来得慢 所以说它的成功率也比较低一点 所以说这完全要看 如果成功的话 应该来讲是很快的 大概是 如果成功的话 因为我们国家就是要 固定它是 二期临床试验以后 就给它 就给它先在台湾上市了 我觉得这个台湾自己用 还是可以的了 所以说只要等到这个 台湾的这个FDA 它去核可了这个疫苗 能够进入二期试验的时候 我估计在二期试验以后 大概一两个月左右 应该就可以在国人施打了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